去这后座的开心时刻 伴随着浓浓的爱意 她肆意的躺在她的怀里 她肆意的感受着她的体温 那一刻千金不换 有了那晚的快乐时光 崔花忽然感觉生活重新有了意义 学校里她忽然开始有所期盼 但一夜之间仿佛一泻的开始变化 她的前男友忽然找上门 杨炎要崔花小心 还好她及时出现 救了崔花一次 但可悲的人刚刚经历了这么多 她的嘴中说的第一句话 竟是希望那样的事情 崔花能保密永远都不说出去 昨晚的相爱 今天的疏远 一切发生的那般的可悲 忽然间崔花开始看不懂 眼前这个女孩 学校里她长发翩翩 而黑夜里又变得性感迷人 而今天 崔花宣示了自己的主权 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爱 并且一直付出行动 会刻意的在路边找寻她的身影 或许只有不在教室的时候 他们才能体会到 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浪漫 经历了这么多 忽然之间她选择了跟前男友 划清界限 彻底摊牌 可崔花却遭受到了这个渣男的抱负 极度恶心那种 还好有她带着老师其实出现 校园里沉思的爱情 忽然之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学校的处理意见竟然是稀释宁人 双方都不追究 简单的爱 如今遇到了困难 而这次崔花经历了信心 一定要为自己而活 绝不受其他人的阻碍 经历之后才发现 爱情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 但崔花此刻一点都不后悔